第四 平常除用脑袋 事外 忙时候 一边工作 一边默念佛号 日常生活中 比如穿衣 下厨 购物 做人等事情 是否都能做到佛号不利于心 它与离私无碍 私私无碍是什么关系 你真正做到了 就离私无碍 念的时候无碍 不念的时候也无碍 念的时候不断 不念的时候也不断 你能体会得到吗 你的愿望 你的一生就是一个愿望 念佛求生净土 清净阿努陀佛 这个念头只要不断 念不念 你这个念佛统统没有进来 如果你还贪念这个世间的明文理 还贪念这个世间的五余六成的享受 你佛号一天念几十万声也没用 为什么呢 不相应 那就是古人讲的 口念弥陀 心散乱 说寒破喉咙也枉然 这是真的 所以念 是不是 念是精心 你心里头真有着你 不一定在口头上